接着上一期的单人极限生存 我本来是想一路向北寻找火山的 可谁知道 我鞋子都跑破了好几双 都没有找到呢 后面我就改变了方向 一直往西探索 终于是皇天不复苦心的呢 总算是让我发现了眼前这座火山 寻找的时间太久了 我都忘了我是在干嘛的了 来到火山口 我这才想起来 我这次来的目的 是为了拿到这里的铸铁块 这样咱们就有铁钉可以用了 诶 这边通道的地面上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凝江块啊 不应该都是岩石砖吗 小伙伴们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不管了 先来把他们敲了不好 这下面居然还有岩浆 还好带了桶装水 全部都给熄灭了 哦吼 直接都变成黑铃江块了 最后全被我替换上方块了 咱们再到入口处这边来 我准备把传送舱和控制台 又放在这个地方 这里算是比较安全的了 不会轻易被毁坏 然后用心脏能源核心激活它 接下来 就是开始咱们来这里的目的了 就是把这岩浆池旁边的铸铁块 全部都敲了带走 一个铸铁块就顶十个铁钉了 就目前我知道的 应该就这里最容易获得了 小伙伴们有算过 这里总共有多少个铸铁块吗 然后这几根石柱上里面 也是藏有一些铸铁块的哦 应该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吧 好咯 搞定了就准备走人了 反正现在也不是打Boss的时候 哦对了 这边角落上有这么多现成的黑柳江块 挖一些回去做燃料也挺好的呀 因为整一条都是黑柳江块 所以咱们直接往下开采 省了好多事啊 这里有好几条呢 挖完就走人了 这里忙活都已经天黑了 那咱们就赶紧回了 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 以后铁钉肯定是够用了 回到家 先来看一下熔炉的燃料槽 还剩多少燃料 果然如果所料哦 就剩一丢丢小煤矿了 那就都替换成黑柳江块吧 现在可以把铸铁块分解成铁钉了 可以搞出450个铁钉哦 真香啊 那好 有了铁钉 就可以制作机械臂 和推拉机械臂了 抓不小吃的机械爪 也就能搞出来了 然后还有液压臂 也要搞出两个来用 再来看一下连接器 需要加速轨道节点 这个可以有 但是熔炉石就比较麻烦了 我上次去蒙眼星 只挖了五个就回来了 制作了一把熔炉搞 现在一个也没了 所以又得再一次去蒙眼星了 来到蒙眼星 第一件事得先来把氧气面罩戴上 我只带了一个过来 希望我的小飞鼠 能在之我赶快找到高原地形 因为这种地形上的星铜石会比较多 咱们在氧气面罩消耗之前 尽量多采集一些咯 哇哇哇 咱们是来找星铜石的 但是看到钻石 我还是两眼发光 必须把它们给挖走了 这里好像就是高原地形了 前面就能看到星铜矿石了 哇哦 一靠近才发现周围到处都是 那必须把它置不尽的都给收刮走了 没想到太空商人的房子旁边 也有好几个呢 这里就有一个 然后我刚刚还看他房子侧面 也有两个呢 嘛嘛嘛 就在这了 通通都收下 既然都来到商人家门口了 不禁来打声招呼 似乎不太礼貌呀 但是这家伙的交易货币是贝壳 还得用图子交换的 他的厨房里面是啥也没有的 看都不用看了 反正星铜石也是够用了 咱们就拿出传送点轴回家了 跟空岛商人白了个白哦 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连接器给制作出来 然后再来拿上咱们之前已经准备好的 各种制作抓捕小吃的部件和方块 哦 no 好像还差一个很重要的部件哦 引擎 这个还需要转轴才能搞出来的 还好材料咱们都有了 再拿上一些蓝金石就可以制作了 那引擎也就能顺便搞出来了 那现在我就可以带上所有的加班 飞过去空岛那边的罩吃间 开始捣鼓咱们的抓捕小吃了 先来整理和准备一下要用到的各种材料 把它们都放到快捷栏里面 哦 这怎么一下就天黑了呀 那就把睡袋给拿出来咯 每每睡上一觉 天亮了再搞 好嘞 天亮了 开始干活 先用铁块铁板来搭建抓捕小吃的底盘 用铁块比较重 可以保证小吃的重心比较低 不会轻易翻车 再用一圈花纹铁块 围在外围作为装饰 我是想尽量做成简易板的 因为毕竟材料也不是很多啦